數不知大 百姓是頭家 歡迎收看庶民大頭家 來看到到底罷免連署 如果是偽造的話 需不需要來刪除呢 好啦 所以基隆選委會就說 我們會請他們來回覆自己 到底有沒有連署 但是沒有想到 中選會竟然說不可剔除 所以綠儀現在是翻桌拆樑 只准贏不准輸嗎 另外正在難道是帶頭違法嗎 傳出他母親的喪禮 竟然是個非法的靈堂 還塞進了兩萬人嗎 老同學也感嘆說 是權力的墮落太可怕嗎 我們都要一起來討論 問家來賓 第一位是 前立委鄭立文 大家好 前立委費鴻泰 大家好 立法委員陳玉珍 大家好 以及資深媒體人鄭虛誠 緣儀大家好 上週在黨在憲法法庭上 為了是否應該要對國會改革 做暫時處分和大法官言辭交鋒 那麼事後賴清德在黨內的活動上 他就把視線比喻成了一場球賽 賴清德怎麼說呢 他說 球員衝本壘的時候發生了爭議 雙方的教練都應該要尊重裁判的判決 如同現在立法院立法過程有紛爭 那三讀之後就要送大法官來做解釋 如果政黨不接受大法官解釋的話 那人民會有虛聲喔 而且青鳥會飛出來喔 總統說話了 這是預告的民進黨一定會贏嗎 總統指揮青鳥會出來這件事情OK嗎 我們看到國民黨主席朱立倫就說 大家能夠接受民進黨來指定球賽的裁判嗎 過去三次大法官的視線都強調國會有調查權 那如果這樣子還被否定的話 那代表今天的憲法法庭 是不是要否定過去多屆的大法官呢 王鴻威委員說 只要是自己想要推的卻推不動 就鼓勵青鳥上街頭 那這怎麼帶領團隊呢 好 立委徐曉星表示 在黨從來沒有說過不接受視線 那如果大法官真的不同意 立法院可以再來修法嘛 青鳥很多嗎 但是最近的活動 覺得怎麼好像青鳥越來越少了 已經沒有鳥了吧 好啦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呢 先不細就有這個賴清德的這個比喻 說這個球賽啦 或者是這個叫做什麼 這個是不是這個教練的 這個裁判的判決等等 這個比喻是不是真的是 講得很有道理啦 有沒有所謂的威脅在於黨的意思 但是現在的大法官全部都是民進黨提名的嘛 所以國會改革方還沒有釋憲 從大法官的言辭很多人認為說 是不是新政已成呢 當然大家都知道要服從裁判的判決 問題是那大家可以接受 民進黨指定球賽裁判來推翻 以前的裁判所留下來的判例嗎 立委你們看 我覺得這個賴清德 真的是太離譜太離譜了 他忘記他現在是現任的總統嘛 他講得好像一副他是在野黨是吧 或者是說他今天是好像是路人甲評論一樣 他怎麼是用民主反民主的 不就是他自己現在每天在做的事情嘛 他怎麼好意思講別人呢 那更糟糕的是他居然還語出威脅 然後拿來威脅的居然是街頭暴民群眾 拿輕鳥來威脅在野黨 來威脅在國會殿堂裡面 所發生的一切的事情 所以今天這個賴清德 他已經走火入魔了 他讓我想到川普啊 為什麼讓我想到川普呢 四年前川普選總統 他可是現任的總統 跟賴清德一樣啊 那選總統選贏了就很開心對不對 他就可以連任總統 選輸了 哇 就賓德跟賴清德一樣啊 就開始說啦 什麼一大堆的選舉的弊案啊 奇怪了 你是當家的 你是執政的 然後說了一大堆的弊案 然後不認選舉的結果 然後再去煽動這一些暴民 攻入美國國會 還死了人耶 那真正是白人 小孩死不後就把白人死了 就是這一招 然後呢 等到大家在質疑川普的時候 川普說他跟我無關啊 我只是叫大家要愛國愛國愛國啊 我哪有叫他們去衝國會呢 切割得一干二淨 四年前 你看看 無緣無故亡死的人 大家早就忘記了 不知道他是誰了 但四年後川普又來選總統了 值得嗎 你們這樣子被這些無良政客操弄來操弄去 擔任他們的打手 有必要嗎 值得嗎 那今天賴清德也是一樣啊 哇 青鳥好像他的黃埔軍隊一樣了 好好笑 但是我這個比喻 對我們的黃埔非常都不敬啊 但他的一副就是說 他有他的御林軍有沒有 他有他的錦衣衛 你們誰不聽我的話 我告訴你 青鳥就飛出來喔 笑死人了 所以我們大家都好害怕 青鳥要來了 我好害怕嘛 你不是說這叫公民團體嗎 對不對 所以這些人 真的是擺明了 當賴清德的打手 側翼 但問題是說 你的青鳥就是沒有鳥就很鳥啊 所以這個既威脅呢 大家也覺得不但不害怕 然後還覺得很可笑 然後你今天身為一個現任的總統 而且你才剛上任啊 你說你今天走投無路了 政績破敗 貪腐被抓 你已經沒辦法了 所以你胡搞瞎搞亂搞 你不是啊 你才剛上任第一天啊 你就這樣子做妖做亂的 掀起腥風邪雨 我覺得這個賴清德 我根本覺得他這人有病啊 好 不過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國會改革的法案 在視線過後呢 那青鳥到底會不會飛出來呢 徐曉星委員就表示說 在野黨啊 這個從來都沒有說 會不接受視線的結果 那麼他還反酸說 最近的活動 青鳥好像越來越少了 已經沒有鳥了嗎 但是呢 賴世保委員就認為說 這個依照憲法呢 這個立法院呢 其實啊 這個覆議沒過 政府就應該要接受的 沒有想到呢 行政院跟監察院 還要進一步的來提視線 其實不只是青鳥啊 過去柯建民他還放話說 如果國會改革法案真的通過 難保不會再有第二次的太陽花哦 好啦 現在只要是民進黨遇到 不喜歡的法案啊 就要鼓動青鳥上街頭嗎 那麼視線不是在這個比賽 但是民進黨現在用勝負呢 來鼓吹他們的支持者 而民進黨確定最後飛出來的 真的會是青鳥嗎 還是全民憤怒鳥也要飛出來的呢 賴世保委員怎麼看 那個青鳥 青鳥應該是民進黨的支持者吧 是不是 應該是這樣子 我想此刻會發生太陽花第二 或是另外一個名稱 我想機會不大 我們回想2014年 2014年當時的中央執政黨 是國民黨 太陽花的大部分的支持者 我們不敢講100% 但是大部分 絕大部分 應該是民進黨支持者 對於當時兩岸的關係 尤其是福茂的案子 作為導火線 請問現在的執政黨是誰 現在執政黨是民進黨 你在野黨 在野黨再怎麼樣 在立法院跟執政黨不合 影響不了 因為立法委員是監督 他自己沒有辦法去 我要通過 我要提一個什麼預算案 或者我主導一些什麼法律案 相對是很難的 待會我們還會再談這個事 所以在此刻 因為在立法院 執政黨跟在野黨的意見不合 會引發太陽花第二 我想這個機會 沒有這樣子的環境 這個感覺上不太可能 同時我們拿現況來驗證 青鳥好像在五月份的時候 第一次人算是多一萬多人 後來就感覺人越來越少 越來越少 當然天氣熱也有可能 那主要就是你的訴求 你的訴求 大家覺得怪怪 你是執政黨 執政黨要大家來 來這個 來這個 這個 佔領國會 讓 讓整個國家的運作癱瘓 這個好像在全球上沒有人 很少這樣子案例 再說 我是覺得 當行政院 現在是一個關鍵了 當行政院對立法院所通過的法律案 或什麼案子 我覺得不爽 我自愛難省 好 提副議案 對不對 副議案提出來 我當然在 在 只要總統簽署了以後 15天以內你就必須得處理 只要處理的話 現在是處理 處理 最後處理的結果 發現行政院 他不接受 因為他去釋憲 他去釋憲 就代表他對立法院在處理的副議案 我否決了 他不 理論上有兩條路可以走了 一個就是我們現在的狀況 去釋憲 大家裝作沒事好不好 等著釋憲的結果 還有一個 立法院針對 我把你否決了你的副議案 我可以提出 我要求倒戈 我在 我在 只要三分之一以上的委員連署 三分之一以上的連署 這個 應該 如果要倒戈 連署三分之一 也不是問題 你其實二小時以後 就要決定 決定如果說 我再給你 提出不信任的投票 就可以要求倒戈了 但當然 行政院被要求倒戈 他也可以另外提出 另外我要解散國會 這個問題就在這裡 現在民進黨的行政院看準了 你不敢提倒戈 一提倒戈 我被倒戈了 我被解散了 我可以要求你 這個立法院重新改選 我跟各位報告 現在的選罷法 對要去被罷免的人 其實我覺得不太公平 舉例我選舉 我拿了十萬票 我罷免了 五萬票六萬票 看你的投票率 我就可以被罷免 而且在被罷免的過程裡面 你不能募款 這個對候選人 對現在民進黨是一個壓力 而且同時現在的國會 國民黨的席次是52 民進黨是51 加上國民黨有兩席 五黨籍的是54比51 這個在意的恐怖平衡 真正罷免下去 如果遍地開花 國民黨會多席次呢 還是民黨會多席次 還很難說 真的還很難說 那當然對民眾而言 他巴喜要全部改選 要全部改選 所以這個時候 就產生一種恐怖平衡 講回頭 這個對台灣到底是好 還是不好 這很明顯的是 我們不敢講說正事不做了 就好像有很重要的事情 沒有排在前面嘛 我們台灣的經濟到底好不好 台灣 你現在每年賺很多錢 各位不要忘了 只有電子業的製造業 他在賺錢了 其他的服務業 很多東西 真的 他的所得是負成長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很多的事情 真的是千頭萬序 我們的電到底夠不夠 現在的社會治安不好啊 一天到晚槍擊案 還有一天到晚又什麼貪污案 真的我們有很多很多要緊 人民想要做的事情 但是政府並沒有做 所以從我講來講來講去 第一個我是覺得太陽化第二很難 第二個 既然朝野也不想倒閣 也不想要解散國會 剩下來其實我覺得這個黨邊門 應該坐下來好好談談 怎麼樣會為你的黨的生存會好 怎麼樣更重要的是 人民會瞧得起你這些政治人物 對國家會比較好 我覺得應該去多從這一方面來思考思考 不然我們大家就一直選舉一直罷免 一直選舉一直罷免就好了 相信還要做嗎 好了 民進黨不只是黨國會改革 還黨修這個選罷法 那麼清律團體現在正在基隆大搞 所謂的罷樑行動了 在這個時候 這個賴清德他親自到了 這個基隆的慶安宮去贈扁 就哀哄說 這什麼意思啊 這是要做主帥清真要來拆樑了嗎 另外則是我們看到的是 中選會的主委李靖勇 他也到了基隆去了 其實霸樑的連數 現在剛好是在名冊的查對階段 因此他就哀批說 你是介入了這個罷免嗎 而且甚至是還傳出說 這個連數的審核原本可以有40天 結果現在又被壓縮到 必須要在30天之內來處理完畢 到底有沒有加入罷免呢 李靖勇就說了 其實主委本來就有權利 可以到地方選委會去視察嘛 那這樣子地方審核的人力 如果不足的話 中央才可以去支援啦 好啦 不過不管怎麼樣 很多地方很奇怪嘛 比方說像基隆選委會 就傳出說 你看到這位這個 基隆選委會的這個總幹事 他就說呢 他們發現到在查對的過程當中呢 疑似是有一些偽造 或是無法認定的連數書 所以現在基隆選委會呢 將會依照規定 以雙掛號來寄送查詢單 給連數人來做確認嘛 結果呢 這個時候呢 竟然呢 中選會也有意見 我們的中選會就跳出來反對了 就也會說啊 我們如果發現說呢 有同筆記代簽 或者是有所謂的 這個偽造的一個情勢啊 可以寄查詢單給當事人沒錯 可是啊 你不能夠呢 因為當事人沒有回覆啊 就立刻說 這個連數我就進行予以刪除 這樣不可以喔 應該要依照綜合其他的事實 來予以認定啊 喔 所以呢 就IP說 難道現在是下指導期要來 放寬罷免連數的認定嗎 要盡量重寬認定 通通都認定好了嗎 好啦 所以說奇怪嘛 那到底是怎樣 你說你沒有介入的話 為什麼看起來好像動作頻頻呢 如果說中選會的邏輯 可以說得通話 那你幹嘛還要花人力物力 來查核幹什麼呢 過去李靖勇也曾經跑到 這個基隆去幫蔡世英也輔選過 結果蔡世英還是輸掉了 基隆市長的選舉 所以難道就像網友說的 民進黨現在是不是 只要選輸了 那就直接翻桌 重選好了啊 郁政委員 事實上 我先講剛剛那個 賴總統說的那一段 事實上賴總統 在那他這個一個總統的位階 他不應該來做這樣的評論 因為他畢竟應該是 我們全民的總統 然後憲法上事實上 規定如果院記之間 有一些糾紛的時候 是可以 總統可以行使這個 院記之間的調解權 他舍此正途而不為 那就一直好像呼喚清涼 呼喚大家趕快來鬥爭 這個對一個執政者 對我們來講 這個執政者是很不可思議的 因為感覺上 你的Focus 你的重心不是放在做事 而是放在鬥爭 那這一次這個 憲法法庭的這個 事實上有幾個問題 事實上跟以前完全不一樣的 第一個 以前這個許忠利 就是我們的院長 也是大法官 我看他是審判長 他這個 他以前有立下一個 許忠利的一個條款 就是說如果你要申請釋憲 你必須要這個 有實際行使職權 我們才會 大法官會議 就以前是大法官 現在憲法法庭才會受理 那以現在這個四個機關 申請釋憲的這四個機關來講 總統府還沒有真的遇到 還沒有實質的行使職權 監察院還沒有 我們修過這個國會改革無法來講 還有這個行政院沒有 他們還沒有說謊 被我們做要移送什麼 都還沒有這件事 這些事情都還沒有發生 裡面唯一有資格來申請 所以說要大法官釋憲的 那個到憲法法庭 實際上是民進黨的這個立法院黨團 但民進黨的立法院黨團的確有提出來 提出來後你們看看 我們看到這個大法官在多久之內 是八個小時嘛 一兩天內就發通知嘛 開庭通知 幾個小時內就馬上受理了 這個以前也有過例子啊 國民黨團以前在立法院 這個前瞻條例書的時候 也有申請釋憲啊 然後大家簽一簽簽一簽送到這個 也是大法官會要申請釋憲 結果大法官那是一百 民國一百零 二零一六 二零一六 二零一七的時候 二零一七的時候 應該是八月份送過去 送過去要申請釋憲 結果大法官一直到二零一八年的五月 八個月後才做一個決定 而且這個決定叫做不受理 就程序上就把你駁回 那他的理由是說 在這些申請釋憲的立法委員中 其中有一個人叫做高金宿美 他沒有在 沒有什麼全程參與啊 表決什麼可能沒有參與 那我就很好奇 這一次民進黨團送到這個大法官會議 申請釋憲的時候 大法官怎麼沒有花一點點時間查一下 這裡這些委員 五十幾個立法委員 五十幾個民進黨委員 有沒有A 有沒有在現場 比如說我看王定中間有出去啊 那個B 誰有沒有在現場 是不是有參與 他連花一點調查時間都沒有耶 八個月把國民黨團的這個案子 丟回去不受理 那八個小時就決定受理民進黨團的事件 這個不是在這個程序過程 就已經很不正義了嗎 再加上像賴總統所舉的那個例子 就是好像兩個球隊在比賽 A跟B在比賽 那B現在落後了 在最後一局已經落後 然後最後的時候 有落後的這一隊 B這一隊來決定裁判 來換裁判 決定裁判是誰 這樣可能是公平的這個球賽嗎 我們大家就要講究公平正義嗎 我們總統顯然沒有這樣做 那再講到選罷法 這個基隆的這個罷免行動 其實也是一樣 我看到那一天啊 我看到的是 中選會的主委跟副主委 一起都去耶 這個李靖友跟陳朝見 這個主委是部會首長 何等重要的國資重臣啊 竟然正副主委同時出動到基隆市去衛免 衛免我們這個基隆市選委會 人家忙得不得要說就跑去衛免 這個根本就是要死地無銀三百兩 他說要去衛免 根本講白字赤裸的就是去施壓 誰都看得懂嘛 施壓說40天不行 4天太久了 30天那樣 陳朝見副主委在那裡 我就覺得很奇怪 怎麼會兩個人都同時出門 而且說去衛免 衛免又要求40天要改成 要求你們30天 基隆市選委會如果他人手不足 如果覺得他們實在太忙碌了 沒有在沒有辦法在法定的40天內完成 他們會向中央提出請求啊 拜託啊來幫我們忙啊 不是你這樣直接跳跳 你給我30天做好 我請你要30天做好 因為雖然法律是40天 其實基隆市也不用聽他的 但是他這種施壓就會給壓力嘛 就會給公務人員壓力嘛 對不對 基層的 這些在查對大部分還是公務人員嘛 那這個第一點很不對 那第二點 你說你說這個 他要求說如果說 可能有懷疑這個筆跡有重複啊 或者是呢那寄過去給他們 那沒有回覆的話 沒有回覆的話就等於是 認為是真實的連署 這個就是為什麼我們今天在立法院 要提出說 我們那天政府有要提出說 這些連署要付身份證啊 付什麼銀本啊 這些東西 比照正副總統的這個選罷法 一樣一樣的這樣的做法 這樣才不會說 大家拿名單去抄 這不然一個人可以抄100個啊 然後你繼續給他 如果他不回覆 當作都當作是正確的 什麼時候我們的中選會 會變得這麼這個體察民情 根本就是中選會 就是擔心人數不夠 因為我沒有注意到 你看喔 當初那個罷免的時候 他那個連署的時候 前面一段是三萬 好像兩萬多人嘛 最後民進黨介入以後 突然幾天內增加 一萬多人耶 那那個如果有辦法嗎 如果人們突然在那幾天 產生憤怒嗎 我覺得也不是這樣子吧 就是說也許也是會慢慢的增加 因為本來連門檻都到不了 然後民進黨一介入以後 突然多很多人 那就一定是有 可能組長啊 隊長啊 名單啊 什麼有人抄 那如果有人一個人抄100個 然後你還 你寄過去後 對方 比如說我根本沒有去連署 然後你寄一個通勢站到我家 我根本就不想利益 一般人比如現在不想太理解 跟你也沒什麼回事 你不回事 出國去很久沒有回來 突然信箱有封信 對不對 你沒看到 他也認為這樣就是有 中選會竟然要求這樣有 這樣對嗎 所以我覺得中選會已經完全不演了 就是直接就說我就是要讓這個過關 我中選會就讓他過關 完全失去 本來他本來就不是什麼 本來就沒有很中立 本來就非常不中立 只是現在是連演都不演 不過這樣讓社會好像有點對立 真的好嗎 我們看到這個美國的川普 上週六在造勢場合竟然遇刺 這消息真的是震驚全球 也引發全國全世界各國 再度關注元首的政治人物的 這個維安問題 就連我們賴總統的維安也因此而升級了 不過醫師蘇伊峰呢 把這一次刑刺川普的槍手拿來對比 先前在終結行凶的凶險 發現他們都是二十多歲的年輕人 同樣都對政治是相當的狂熱 好 蘇伊峰就呼籲說 台灣其實應該要謹慎的思考 政治造成社會嚴重的對立 這樣是一個對社會來說 是一個嚴重的問題的 但是民進黨好像看到大家說 是不是選輸就要搞罷免 然後遇到不喜歡的法案 立刻要煽動輕鳥上街頭 難道民進黨沒有看到說 這個美國的政治激化對立 到底對社會造成什麼樣的後果嗎 施誠哥 2020美國總統川普選輸 他密謀推翻這個選舉的結果 後來造成2021年1月6號的 國會山莊川粉進攻這個事件 最近美國大法官說 這個事情屬於總統的豁明權 所以在選權他不審了 這造成美國現在衝突的最大原因之一 所以川粉這個事情 我今天問過某位將軍 他說那個刺殺川普的人 就抱著金科刺刑王的決心 你知道一般殺手開完以後馬上 不然就是煙霧彈 不然就跑掉了 他沒有 他就在那邊等著 然後後來他就被反Snapper這些人 砰砰砰 當著都開槍打死了 你知道所以那個20歲 他不是哈馬斯 也不是恐怖分子 所以你看他的仇恨值有多高 所以美國總統大選11月5號舉行 你看現在已經造成這麼大的一個社會的對立 我們現在的總統 你知道嗎 我說等一下說是鬥雞 我說他不是三鬥雞 他不是鬥雞 他是三鬥雞 鬥什麼 跟在野黨育政委員 跟在野黨鬥 跟藍白鬥 這是第一個鬥 就是轉手為攻 記不記得這句話 然後第二個 跟對岸鬥 跟共產黨鬥 第三個 最新的 就是他的賴系跟這個英系在鬥 所以鄭文燦就倒楣了 所以他一上任以後 沒有做一些有利國際民生的事情 專門在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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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嗎 我常常在講 你要喜歡一個政黨很難 可是你要選贏的最大關鍵是 你最好是討厭另外一個黨 這樣就行了 國民黨 你們這些國民黨 記不記得在輕鳥行動最後一次 國會大黑球上面寫著 拒絕中國介入立法院 我只要把他們扣上紅帽子 我讓他們討厭國民黨 我就選舉好了 我每次常開玩笑 每次民進黨請完就說 我們大家要坐下來 團結在一起 我說對 團結是為了下一次選舉的時候 再把這個團結再撕開 這樣就比較好選了 對不對 每次我跟你講 民進黨最聰明的地方 不像國民黨每次你看現在 到處下鄉演講的時候 我們這個國會改革怎麼樣怎麼樣 希望大家支持我們 對不對 民進黨不用這樣做 只要把國民黨跟共產黨 跟習近平連結在一起 事情就結束了 那請問你這不叫撕裂 什麼才叫撕裂 就跟現在的川普一樣 川普從以前到現在 都在撕裂族群啊 可是我跟你講 撕裂是最好的政治手段 最快的政治手段 我希望賴清德總統 您才上任一個多月 最好改弦更章 這樣繼續撕裂下去 我不曉得台灣 未來這四年 會變成什麼狀況 我們先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你會不會 再多年 友喽 Well 起來 比 逮